随着花东新车站工程不断进行 东部铁路沿线车站都在进行拉皮工程 一位于边南乡的三里车站 长期以来成为摄影玩家的必经据点 那我是认为三里隧道如果铁路电池通车之后 我们要好善加利用这个隧道 那这个隧道我们希望就是说 把烈日台东的一个这样的观光的一个集中点 那由三里隧道散发出去 近年来台东地区吸引许多铁马族 沿路的美景与宽阔的道路 让台东成为铁马族的天堂 不过有名的海岸线 中古线 甚至是197线道都属于纵向线 如何将这几条自行车路线串联 成为未来影响又由台东观光的重要关键 那我本来讲是说三里它有特别好的条件 就是说飞去了铁路 我们希望县政府县长 能把铁路的潜力争过来 争取过来 争取过来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做发展的基地 那我们来做什么呢 做铁路脚踏车 那这样由这个点变成 由这个集中点 这个点出发到点线面的一个 繁重式的一个观光带 那会带来台东 未来长远的发展观光事业的 我们看法是这样非常非常的不错 也非常open 以三里车站为中心点 网中的公路扩建与道路铺设 都能让北南乡的深度旅游达到加成效果 在这次大会里面 县长也非常肯定这件事情 他希望说这期会期结束之后 他要县政府团队组织一个专案小组 然后要小弟来陪他们 来把这些道路 每一条都给他走一趟 让他回去做一个相当的规划 三里车站拉皮工程即将在今年底完工 铁路交通完善化 周围的连外道路 在加以专案规划之下 将会台东 另外增加一个游客悠游的观光新据点 东台新闻大家为 本来报导